上海疫情严峻 拐点尚未到来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谣言一个接一个地传播开来 近日有传言称 大白纸枪巡视街头 造谣者还爆出了视频 称这是上海街头 视频在朋友圈迅速传开 真枪来了 上海网络辟谣官方账号花日消息称 该视频并不在上海拍摄 大概率拍摄于缅甸瓦邦地区 上海辟谣平台收理发现 近期 全国多地出现核酸检测点有直腔特警维持秩序的传言 如浙江省令水市就对相关微信群群图片进行辟谣 公安部门已经对消息发布者开展调查 除此之外 近日还有谣言称 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 对此 上海辟谣平台向权威部门询问获悉 此传言为不实消息 请广大市民误传谣 误信谣 4月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 4月7日临至24时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 其中323例确诊病例为此前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121例确诊病例和19798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 8日 上海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 尽快实现风险人员早发现早管控 全力保感人者找出来快转病 上海市政府含话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按照社区安排分批有序参加联防交叉感染 Quin youtube mannemiе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ùng打栏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